这个男人站在顶楼边缘,神情颓废,万念俱灰,令他绝望的并非天灾人祸,而是即将要调入高斯电子公司最有名的废物部门,营销三部。 相职连忙感到,却说男人不要放弃,和自己一起努力改变营销三部的意向。 诚如这句话所说,相职正是这个废物部门里的员工,然而这句鼓励却像是毒鸡汤。 刚说完,男人就纵身一怨,稳稳地落在下一层的露台,随即回头大声辱骂着老板签社长。 在他看来,让自己去营销三部,还不如直接离开公司。 这个调令简直是对职场人士的侮辱,男人的愤怒直接引发了随后一系列举报。 他之前是战略科主管,手握不少签社长贪污受贿的秘密,在离开公司后,他立刻找到媒体,将其一一曝光。 举报事件引来了公司监察部的调查,监察人员走进营销三部办公室,准备照例搜查,却被同行者提醒, 这是营销三部,再怎么搜都只能翻出一堆垃圾。 这句话让相职纷纷不平,作为营销三部唯一的热讯之时,他开始细数部门人员的优点, 结果现实却给了他一串连环打脸。 和蔼可亲的部长其实每天上班,在办公室大玩网络游戏, 跑业务的次长俨然是个肥宅,每天薯片相伴无所事事, 其他的科长们也各有各的摆来方式。 相职实在吹不下去,眼齐息鼓地回到了公位上。 事实上,相职为了让部门逆袭,私下做出了许多努力, 包括开通了一个营销三部的视频账号,制作有趣的影片上传。 由于内容太过恶搞,相职原本设定了非公开权限, 却不知为何,某天评论区涌入大量网民, 开始对这个夸张的视频口诛笔伐, 直到相职被同事小英提醒,才知道视频竟成了公开, 立刻意识到闯下了大火,视频内容正是高斯电子的发家室, 其中不乏今日内容。 于是这个短片又引发一波企业危机, 公司高层终于注意到卑微的营销三部, 只是他们想得过于复杂, 觉得是三部的内部人员和离职的主管联手, 对公司展开报复,需要让监察部进行彻查。 三部的人集聚在会议室,商量如何把这件事糊弄过去, 向哲还不死心,提出可以再制作一支不侵日的爱国恶搞视频上传, 为公司挽回一些形象,还能改变营销三部的废物形象。 然而当说完,他就被同事们捆绑, 丢进了杂物间,警告他监察结束之前, 不准做出任何行动。 把相职藏起来,三部用充满童真的欢迎仪式接待了监察部。 他们捅一口风,咬定是相职的账号被盗, 但在接受审问时,每个人别角的演技却被监察部一一看透, 尤其是经常欺负相职的那来, 想伪装成好前辈不成, 对谈中还暴露了体内暴力的一面。 最终,监察部调查的结果, 断定相职制作影片的原因, 是遭到了办公室欺负, 监察人员提醒着众人, 若是再出现欺负事件, 三部就要面临解散。 刚说完,杂务间的灯光突然孤闪起来, 司长看出那是相职在用摩斯密码求助, 为了不让监察部人员发现被绑在屋子里的相职, 坐实欺负的传言, 他们立刻夹着监察部离开了办公室, 相职求助失败又猛地发现时间快到七点, 想起他和小英约好了今晚七点见面, 相职一直单恋着小英, 自然不能让他失望, 经过一系列磕碰, 相职终于鼻青脸肿地离开了杂务间, 还没来得及解开身上的绳子, 就一路跳着去寻找小英, 然而却看见小英挽着其他男人的手臂愉快离开。 更不巧的是, 三部人员和监察部也懂得打听, 见到相职满脸伤痕和三部人员欲盖弥彰的模样, 监察部人员立刻意识到这群人有在欺负相职, 那来感到无比焦躁, 这下欺负同事的嫌疑再也洗不清, 原本三部面临解散, 可这时候天降复兴, 某人的到来得以让三部继续苟延残喘, 这个人正是隔壁财团的继承人小帅, 他想要自食其力成长为接班家族事业的人才, 因此选择了高斯电子公司进行实习, 但高管将他分配到了最没用的三部, 删为有背景的空降兵职员, 小帅的出场方式也十分符合这一设定, 他乘坐私人飞机, 经过高斯电子大楼时穿上降落伞纵身一跃, 来到营销三部, 这里的一切比小帅想得更加简陋, 但他安慰自己要克服一切才能成为强者, 在飞机上时小帅就熟悉浏览了三部的成员, 看见女职员姜美时小帅吃了一惊, 似乎早已认识他, 姜美静早起来发现自己睡在洗手间里, 后脑勺还沾着甜辣酱不知经历了什么, 但他依稀记得自己做了个美梦, 梦中差点与一个风度翩翩的男子亲吻在一起, 但看见小帅后, 姜美十分震惊, 以为小帅长得和梦里的男子一模一样, 或许说这并不是梦, 而是真实发生过的事, 姜美羞地扒下所有头发遮住脸, 像无头苍蝇般逃出了办公室, 相职作为小帅的指导前辈, 带着他熟悉三步的日常工作, 还带小帅品尝了公司食堂的饭菜和三合一咖啡, 从小就锦衣玉食的小帅, 第一次接触这种人间烟火, 实在是惊为天人, 熟悉工作时, 小帅难掩继承者的气质, 明明是在学习, 但每次都让相职的教学变成对自己的服务, 终于结束了工作日, 夜晚三步的员工们来到酒馆, 给小帅举办了欢迎宴, 热闹的七分钟, 只有姜美戴着奇怪的面罩, 执意要把自己的脸褶着, 但一切都是徒劳, 不知何时小帅已经坐在她的身边, 用力掰开姜美的遮挡屋, 深情地说着, 昨晚过后我很想念你, 这句话实在令人无限遐想, 大火瞬间安静下来, 化身吃瓜的茶, 害羞的姜美连忙拉着小帅来到无人处, 这才鼓起勇气坦然相对, 虽然姜美对昨晚的事件记忆模糊, 但从小帅的反应来看, 两人或许真的经历了一段罗曼史, 小帅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, 声称里面是自己要对姜美说的话, 并希望她尽快给自己答复, 姜美娇羞地抱着信封离开, 然而事实上, 昨晚小帅只是想体验平民生活, 因此包下了姜美妈妈的海螺大排档, 但中途喝醉的姜美走进来大闹了一桶, 她天生是个怪力女, 小帅的秘书被想请她离开, 姜美只是随手一挥, 就将秘书打伤, 还掀翻了小帅的满桌食物, 乘坐出租回家的路上, 姜美打开信封, 这才复盘了昨晚自己的行为, 她梦中出现的接吻画面, 其实只是小帅为了让她清醒一些, 撅着嘴对姜美吹气, 新建最后, 小帅对姜美索要了路边摊损害费, 以及西装清洗费, 希望姜美能够尽快给出答复, 看完信, 姜美在出租车上哭得很大声, 痛恨自己为何有这么大的力气, 夜晚那来突然猛敲向直家的门, 声称家中有某些不好的东西, 向直以为是小偷潜弱, 立刻带上工具小心试探, 谁知那来害怕的只是一个长得像蜘蛛的灰尘, 乌龙解除后, 向直看着满地狼藉十分手痒, 于是帮助那来将家中收拾一心, 那来是前几天才搬来的新邻居, 身为职场冤家的两人, 没想到下班后还要凑在一起, 于是互相约定要划精界限, 谁知刚说完就因为一只假蜘蛛破功, 这时外国人马修看见向直发布的合图广告, 前来应征他的室友, 两人正在谈话时, 那来再次敲着向直家的门, 声称这一次是真的看见了蜘蛛, 但向直却犹豫不决, 迟迟不愿开门, 马修快速洞察了眼前的情况, 趁机砍架, 表示自己会帮向直摆脱这个女人, 说完便打开门, 告知向直已经搬走, 见到马修打发走了那来, 向直十分愉快, 今晚和小鹰又一场约会, 他惬意地洗个澡准备赴约, 然而刚洗完, 他就发现那来已经走进家中, 面色阴沉地坐在角落, 马修意识到情况不妙, 立刻跑路, 向直和那来来到走廊上, 再次争吵不休, 此时那只蜘蛛从那来脚边路过, 他立刻惊慌失措, 紧紧抱着向直扑在地上, 不巧的是, 这一切都被赶来的小鹰看见, 见到向直和其他女人搂搂抱抱, 他只能黯然离开, 途留向直在原地摆口莫辩, 本集结束, 好了, 今天就到这里了, 欢迎点赞留言, 关注米虫的看俊和包子频道,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,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, 拜拜